官人九大细节 很准 一 人前蹦达最厉害 往往没有什么大本事 人前废话不多 眼神犀利的人 往往是个狠角色 二 一个人的朋友圈 不能代表这个人的样子 只能代表 他想要成为的样子 三 嘴巴太快的人 往往没有什么臣服 四 喜欢说 咱们只谈感情不谈钱的人 往往是真是李 喜欢一开始就把利益 谈清楚 再去谈感情的人 往往就是真君子 五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 可以做到特别潇洒的不合群 那这个人多半是个老江湖 老司机 高手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 因为自己不合群 而特别的不自在 这个人 多半是个社会的小白 新手 六 屁大点的事都抱怨的人 也就只能做披塌点的事 七 一个不懂拒绝的人 也是一个不懂硬撑的人 八 真正厉害的角色 往往是那个最能体贴 关心配角感受的人 九 看视频点赞的人 不仅懂的人情世故 而且内心 也非常美丽